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华中科大的青年财经们 这个我非常荣幸 这个科大的这个文文讲座九户圣灵 有机会坐在这里 跟大家来这个发表自己的一点心得 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 那我先要简单的讲一下 我要发表的一个演讲 大家都已经知道 叫世界聚焦中国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现状及其趋势 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 其实是有几点的理由 第一个呢就是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也就是从2004年开始 我呢参加了一系列的 这个关于那个海外中国学的一些活动 在上海举行的 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我是这个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的 这个最早的策划者之一 后来在05年的时候 上海社科院又跟这个荷兰的亚洲研究院合作 这个开了世界亚洲学者大会 还有就是06年 也就是今年9月份 我们上海社会科学院院 又召开了第二次世界中国学论坛 那我是这些活动的 这个策划者之一 也这个参与组织了部分 其中的部分的活动 那么我对这个海外中国学的研究 一直是比较 比较关注的 那么这样子呢就是 我就觉得就是可能到这个地方来演讲 那应该讲一些自己 比较有心得的东西 那才对得起各位 这个在下这么大的雨 还赶到这里来 第二个理由呢是 我自己这几年 因为有许多的机会 跟海外的顶级的中国学家 有比较长时间的 比较深入的交流 那这个交流呢 就是马上就要变成一个成果 这个成果叫 屏幕叫 彼岸中国 北美中国学家对话录 就是我跟这些世界 范围内比较 著名的中国学家进行对话 这个对话的这个 现在都已经整理出来了 大概今年会在三年书店出版 这个是事先做一个广告 另外呢就是我自己 因为在上海社会科学院 所以有相当多的时间 是要关注城市史的研究 那么关注城市史的研究当中呢 又特别的关注海外的 这些中国学家 他们研究上海的成果 所以呢我在04年的时候 组编了一本书 叫海外上海学 海外上海学就是 把全球范围内 研究上海的那些 重要的一些成果 一些趋势 那么我做了 我们有几个朋友一起 就做了一个书理 这个书呢 曾经在那个 曾经在这个04年的 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面 这个发给这个委会的代表 然后在这个开会之前 还曾经把这个 所有的住户领事 住上海的领事 领事馆的这个领事 有一个首发室 就是请这些 把这个书 发给这些总领事 他们都很高兴 觉得自己的国家 有学者来研究上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有一点点 那个有许多领事都表示 说这样的工作 应该多做一点 让这个我们中国的学者 让上海的学者 也来了解海外 是怎么看这个 这个 怎么来看上海 怎么来看中国 那么我自己因为参与这些活动 也跟这些这个海外的一些 中国学家 有比较深 比较深入的交谈 比较深入的对话 这样子呢 就是 所以我自己是做这个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 那么渐渐的也开始 关注跟思考 海外中国学 它的一个发展历程 中国学大家都知道 海外的中国学 以前 至少在这个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边缘的学科 它是可以说 人家知道有亚述学 知道有埃及学 知道有印度黄学 知道有敦黄学 但是 这个海外的中国学 事实上是在这个 远远是在这些学问后面 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那么随着中国 国家地位的上升 以及 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 这样的一个 逐渐逐渐的增强 那么中国学的研究 开始慢慢地走出了 困顿 开始吸引了 世界第一流的思想家 第一流的历史学家 哲学家 开始关注 这个 中国的研究 当然除了这个 学术界之外 商界 政界 军界 也开始关注 中国的研究 于是就是在世界范围内 或者说在全球范围内 就飞成了一个 热潮 研究中国的热潮 也就是说 中国学 从一个非常非常边缘的学科 就变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显学 这个过程当然是相当的漫长 但是 这个改变 这个变化 对 事实上 它是跟中国本身的一种影响力 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 中国学 由边缘学科变成一种 正在崛起的世界性的显学 这个 它也同时也是 海外的那些中国学者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 和无数代学人 持续不懈的努力之后 才渐渐地扩大它的影响力 终于在这个世界的知识 思想 和学术体系当中 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所以我们来回顾这个 世界中国学 它的历程 来展望世界中国学的未来 应当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言归正传 我今天讲呢 主要想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呢 是想讲一讲 从汉学到中国学 因为 中国学以前不叫这个中国学 它叫汉学 那么第二个呢 是想讲一讲 从畅衰中国 到畅胜中国 冒号 叫 中国形象的程度 这是我要讲的第二部分的内容 第三部分的内容呢 我想对这个海外的中国学研究 做一个展望 所以我的第三个小标题叫 世界中国学的未来 下面我就先讲 这个 第一个 主题 叫从汉学到中国学 因为你要了解海外的这个中国学 首先要了解它的前身 汉学 究竟是怎么样的 中国学是脱胎语汉学 那么汉学呢 事实上是欧洲人的术语 它的这个 怎么来的 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它实际上是 希腊语池根的本意 这个 汉学这个 这个 这个 词汇 它是指 秦始皇建立以来的秦国 它 实际要表征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关于中国的语言 和文化的艺术 也就是说 汉学它主要的研究 研究什么呢 主要是研究 中国的语言 跟文化的艺术 它比较侧重于 对中国古代历史 典章 制度 哲学 语言 文学 跟艺术 等领域的研究 也就是说 这个汉学 它的含义 它跟现在 我们讲的这个中国学 它是有明显的区分的 那么 严格的说来 汉学呢 它又通常在这个 在这个学术史上 是把它分成 前汉学 跟后汉学 两个 就是汉学两个阶段 所谓这个 前汉学呢 它事实上 也就是 耶稣会士的 这个汉学 也就是说 最早了解中国的 对中国表现出一种持续的关注的 这是哪些人呢 就是 耶稣教的 传教士 那耶稣教的传教士 他们都是到过中国 从15世纪到19世纪 这段时间 欧洲人 对中国的一种了解 欧洲人 对中国的一种描绘 都主要是通过 传教士 来来做的 也就是 耶稣会士 来做的 他们做什么事情呢 主要是做 这个对 中国古典文献的翻译 以及对中国语言文学 历史的探索 也就是说 这些人 他们到中国来 首先要跟中国交流 要打入中国的内部 那首先是要把这个语言搞好 要会说汉语 才能够跟中国人进行交流 才能够对中国 进行一种深入的了解 所以呢 这个耶稣会士的汉学呢 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前汉学 他事实上就是 比较侧重于 做这方面的一种研究 那么当年在来中国的 这些传教士 他后来 他们回国之后 基本上都 大多数都变成 所谓西方汉学的先驱 他们这些人 是最早了解中国的 对中国也 从理性到感性 他都有比较多的一种了解 所以呢 这批人 就回到他们的母国之后 就成为那些国家的 这个汉学的先驱 他们留下了 许多关于中国的住宿 比较有代表性的 你比方说 这个现在陆续陆续 这几年都翻译了 翻译了不少 出来了 你比方说像西班牙人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 他事实上就是对这个中国的历史 以一个传 耶稣汇世的眼光 来对这个中国的历史 做一个描述 你比方说像葡萄牙人 征得照的中华帝国制 事实上也是一个 就是说从整体上描述 他所理解的中国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部书 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像意大利人 利马斗的中国杂技 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早期的耶稣汇世汉学的 重要的一个文本 还有像魏宽国的 魏宽国的这个中国新地图志 他事实上也是 那个时候西方人了解中国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著作 像波兰人普弥格的中国植物志 那它是一个专门的著作 就是这个传教士 因为多种多样 有些传教士 可能是对这个中国语言 非常有兴趣 有些传教士 是对中国的历史 非常有兴趣 有些这个传教士 是对中国的文化 非常有兴趣 有些传教士 可能他本身是科学家 所以他对这个植物学 动物学 他特别有兴趣 所以他就写了 这个普弥格 他就写了这个中国植物志 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从生物学史上来讲 这个植物学史上来讲 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著作 像法国人李明的 中国现世心志 这个呢 是就像我们现在写 这个中国当代史一样 就是说对中国当前 他所看到的 那个时候的 这个当前的这个情况 他写了这么一本书 还有像杜赫尔德 中国帝国通治 中华帝国通治 那是他这个 虽然取名叫通治 实际上是带有一种通史的性质 就是对中国整个历史 他做一个这个宏观的描述 像马洛舍的中国语杂记 这个中国语杂记呢 他实际上就是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的 这样的一个著作 还有像这个比利时人的这个百印里 他有这个西文世书直解 那这个基本上是翻译 然后做一些注释 做一些解释 这些著作呢 我刚才报的这些著作呢 实际上现在我们不仅是西洋人知道的 已经不是很多 就是我们中国人大概知道的也非常少了 就是因为有更好的版本 有更好的这个获取中国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但是在这个历史上 或者说在这个西洋的这个汉水史上 这些著作曾经扮演过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些著作在欧洲曾经产生过非常巨大的影响 欧洲的许多的思想家 比方说像法国的福尔泰 狄德罗 卢梭 这个德国的莱布尼茨 等等 他们都从不同程度的受到这些著作的启发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中西之间的差异不是很大 就是他们看到这个从长教士书写的 或者说长教士描绘的这个中国的形象 是就像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 这个看到这个描绘西方的这些这个著作一样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有一个非常大的震撼 这些震撼呢 就会觉得这个你看中国中华的文明 它多么先进 那么我们这个这个西洋的文明太落后了 事实上是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种 就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参照 就是对他们的这个启门史 他这些这些想法 这些启发 他后来都化入到他们的这个启门的文本当中去 在这个西方的思想史 西方的这个学术史上 都发生非常重要的一种影响 但是在这个西洋的 特别是欧洲的汉学史上 耶稣会士也就是传教士的这个汉学 虽然有这个创意基码 前车先路的这样的一个功劳 但它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学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是把耶稣会士的这个汉学 通常称作前汉学 就是这个原因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汉学要到十九世纪 才逐渐地被欧洲大学跟这个科学研究机构所接受 在这之前呢 汉学只是东方学的附庸 即使在个别大学跟研究机构设有专业 但几乎还是没有人能够靠汉学来维持生计的 也就是说汉学在那个时候 它基本上是灵敲碎打的 它不是一个专业 也不是能够靠它吃饭的这样的一个专业 所以汉学家基本上没有一个比较独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世界上从世界的范围来看 事实上是1815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一年 就是那个时候汉学开始进入科学 西方的科学殿堂 就是这一年就法兰西学院率先提供了一个汉学教授的席位 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汉学不是一个职业的 没有职业的汉学家 那么这个在1815年的时候 法兰西也就是说西洋科学技术文化的一个重镇 它率先设立了一个汉学教授这样的一个席位 那么从此以后职业的汉学家才开始出现 这个可以说是在西洋的汉学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在这之后呢 法国的东方语言学院 法兰西远东学院 还有像荷兰的莱登大学 英国的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 俄罗斯的卡桑大学 彼得堡大学 德国的柏林大学 汉堡大学 等这些著名的学府 都开始设立了 这个 都开始设立汉学教授的这样的一个讲席 的席位 那么 受这个 欧洲是这样的 那么东方呢 事实上就像这个 日本啊 朝鲜啊 印度 还有许多这个东南亚的国家 也开始 这个向 他们的这个研究中国的学问 也开始向这个 现代汉学转型 这就是说 真正意义上的汉学 进入了近代学院式研究阶段 也就是说 从这个1815年开始 汉学 西洋的汉学 就开始由这个 这个 前汉学 步入了一个真正的 就是近代学院式的一种研究的 这样的一个专业化的一个阶段 在汉学的这种学院化跟体制化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就涌现了一大批世界公论的汉学大家 这些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这些人物包括像法国的 雷木砂 鲁莲 碧欧 巴藏 沙瓦 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像薄熙和 葛兰岩 都是属于 那个时代的 这个汉学的大师 还有英国也有一大批这个汉学的大师 你比方说像李雅各 像宅里斯 这个宅里斯呢 大概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点 就是那个 潘光荡曾经译过他的这个书 就是 潘光荡译的那个书是 可能你们年纪浅一点 我们那时候是基本上是人手一策 就是研究那个信学的著作 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著作 像俄国 这个荷兰都有一批 瑞典 包括瑞典 美国都有一批这个 非常有名的这个中国学家 这些中国学家的成果呢 这几年应该说开始慢慢的这个发掘出来 把它翻译成中文 一般说像这个美国的魏三卫 后来是这个耶鲁大学的首任汉学教授 他实际上是 他实际上有大量的这个 他的著作 现在陆续陆续都翻译成中文 这些人呢 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以研究这个古典文化为这个主体的 比较讲究典籍的教探 考据跟这个注释的功夫 他们在这个 以自己精湛的造诣 在世界汉学史上 铸就了各自的辉煌 这个确实是非常了不起 因为在那个时候 资讯非常这个有限 不像现在 现在比较容易获取 他们要了解中国 除了自己到中国来了解之外 就是事实上在西洋 他要看到有关中国的资料 是非常非常少的 这样子呢 就是说 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受阅制的 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 能够做出各自的一种贡献 而且这种贡献 直到现在仍然被肯定 仍然被承认 仍然被援引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呢 辉煌他从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从理路上来讲 他也是一个巅峰 但是巅峰也同时 也是理路的止境 也就是说 他事实上登峰造极之后 那么以研究古典文化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汉学研究取向 就因为无法回应世界格局的变化 和中国近代以来的 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迁 从二十世纪初年开始 开始就开始受到 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质疑 就说你研究这样的一个学问 跟现实毫无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学问 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帮助呢 那么这些质疑呢 就开始直接导致 汉学开始研究的重心 就开始转移 转移到 这个其实也是因为有非常 从二十世纪初年开始 这个转移呢 事实上是西方国家 对事实上是面临的 越来越多的一种挑战之后 所造成的 当然有这个汉学本身的 内在的一些这个障碍 一些问题 也有这个现实的一种要求 这种转移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呢 就对现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 渐渐成了汉学研究的乐点 也就是说 我们开始西洋的这些 做中国研究的这些学者 就开始慢慢地 把这个目光由中国古典时代 也就是说西方人 比较喜欢说的中华帝国 那个时代 慢慢慢慢地转移到 现当代的 中国问题的一种研究 这个一大批 这个关注中国 现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机构 就开始建立起来 这些机构 包括这个比较有名的 比方说像美国的太平洋学会 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国部 像法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文献中心 东亚语言研究中心 这个英国的 这个现代中国研究所 还有就像这个前苏联的 现代东方语中央研究所 全俄东方学科学协会 中国问题研究所等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这种趋势 就是也就是说 由这个研究古典 转向研究现当代中国问题的 这样的一种趋势 就开始进一步的强化 其中尤其是以美国 日本跟前苏联最为明显 就是说像美国中国学 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它是中国学 它什么都不算 它实际上在这个世界 这个汉学当中 它是完全没有地位的 但是它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之后 它的这个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之后 它实际上整个国家的这个财力 迅速的这个提升全球的一种霸主地位奠定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 它就有条件 这个吸引把欧洲的一些研究 这个中国的那些专家 请到这个美国来 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国 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抉择的时候 就是有大量的中国保学知识 就是一大批中国的保学知识 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不是很能够理解 所以就是在这个国共之间做选择的时候 他们就跑到国外去 跑到美国啊 跑到这个澳洲啊 跑到欧洲 有一大批这样的人都跑到海外去 这个这些人当中呢 就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 出走精英与行程期的美国中国学 也就是说 这一批人到美国以后 对美国的中国学整体水准的一种提高 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这批人都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在事实上在三四十年代 在中国学术界已经是非常重要的 你比方说像肖公权 像杨连生 像这个陈龙杰 他们大致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 这个前后到美国去 然后在美国这个 大学的这个讲习当中 这个立足 并且在那个地方就开始这个受图 所以就是说 他们事实上这一批人 他们对中国的一种了解 跟那些这个洋人 对中国的了解 它是有相当大的不同 他们本身有非常高的这个学术素养 有非常精湛的这个学术 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 这样子呢 就是这一批人到美国之后 就无形当中 因为以前美国就是说 你谁研究中国的 你随便说什么都可以 到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美国它的这个学术评价机制 跟这个中国是有相当大的不同 那么就是比方说像亚洲研究杂志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 这个学术期刊 那个时候杨连生 他就是这个提刊专门写书评的 他的写书评 他等于是一言九鼎 他说这本书如果是说是一塌糊涂的话 那么这个学者就基本上 这辈子就毁掉了 因为就是说 你就再也没有学校 没有大学肯聘请你 到这个因为就是在这个权威的杂志上 有权威的专家对你这个学术的成就做出认定之后 那么这个就会影响这个学者 他以后是不是会会会会会会会 断了自己的前程 所以在这之后呢 就没有这个那些原先可以放言无忌的 这些这个研究中国 靠研究中国吃饭的这些学者 他就不敢随便的乱讲话 这个是对这个事实上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约束 对美国这个汉学的一种整体的提升 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当然还不仅仅是他 像陈龙杰 事实上就是说像他是有许多这个中国哲学的这个读本 都是他提供的 他翻译的这个中国哲学史料 他关于鲁家的研究 这个都是开分析的 后来就是他很多这个美国的研究中国哲学的 基本上都是出自他的名下 都是受他的一种影响 他在这个在美国也是这个学术界地位也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这个美国他事实上在这个两次世界大战以后 他这个中国学研究是可以说是后来居上 成为这个西方这个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镇 除了美国之外 在这个日本 因为是近年 所以就是 而且就是说他有很深的研究中国 日本是一直是把中国作为他的假想敌的 所以他对这个中国的研究呢 在许多的领域里面 实际上是超越了中国 这个直到现在 他在这个日本在对中国的研究方面 许多这个欧洲的也好 美国的 北美的这个中国学家也好 他们可能会更信赖日本学者的研究 而不信赖中国学者的研究 这个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背景 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中国学者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中国所做出的产事 这个意识形态化的比较严重 那么这个就是说不是他们所要了解的 而这个日本的这个学者呢 他通常可以比较中立的来做中国的研究 那么他们的一种研究呢 事实上也确实是有一大批的大家 在投入对中国的一种研究 而且就是日本政府 对中国的研究的一种投入的力度也非常大 这样的呢 就使得这个日本的这个中国学研究 始终是在这个世界中国学的研究的整体格局当中 它处于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位置 那前苏联 当然是大家都知道 因为这个曾经是中俄 中苏之间曾经是盟友 后来交恶 但是不管是处于盟友跟交恶 他都是要以彼此的一种了解作为前提的 那这样子呢 就是说事实上前苏联 他对这个中国的研究应当说 他的这个力度也是非常大 投入的这个力度非常大 这些国家当然就是还有一些别的国家 我讲的都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从总体上来讲呢 事实上就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世界比较主要的一些国家 对中国的一种研究都开始加大了力度 有的是政府投入越来越多 还有就是各种民间的基金会 对这个中国学研究的投入也越来越多 这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不同 不仅仅是说这个财力的资源增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不同是美国日本跟前苏联的这个 这个中国学研究 它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这个古典文化 研究的领域 它开始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法律 内政军事外交等许许多多方面 虽然不能说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 对这个中国历史文献语言的探索 就是说有可能就是在这些国家当中 也有一大批也有一批这个学者 中国学研究中国的这些学者 他们还继续做他们的这个历史文献 这个语言的这个探索 而且呢就是每位这个汉学家 他的这个兴趣也往往千差万别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呢 他们更关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 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跟实践的问题 这个就是研究重心的转移 研究重心的转移跟这个研究重心转移相适应的是 在研究的理论跟方法上面 也不再拘泥于考据注金式的 这样的一个微观的研究 开始广泛的运用社会科学 甚至是自然科学的方法 进行一种别开身面的这个研究 并且取得了大量 很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传统的汉学就逐渐逐渐的演变成中国学 当然这样说是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趋势 来讲事实上到现在为止 欧洲许多国家的这个 这个研究中国的这些学者 他是不认同 把他称作是中国学家 他们更喜欢这个汉学 叫汉学家 因为他们认为就是说 汉学家才有学问 中国学家那都是没有学问的 所以呢这个欧洲的像德国 他就是非常坚持的 德国的这个这个研究中国的这些学者 他们你要说他是中国学家 他多半是非常不高兴 称他是汉学家 他们才这个就是比较高兴 所以这个欧洲的许多国家 还仍然约定俗成的称汉学 就是沿用汉学这个能称 但其实他们的研究 已经跟这个传统意义上的一种汉学 有比较大的不同 从这样的一个书里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从这个汉学到中国学 这个转变并不是一种取代的关系 而是一种继承跟发展的关系 中国学当然包含了汉学 但又管于汉学 它实际上是涵盖了汉学 跟现当代中国研究 因此呢 从汉学到中国学 实际上是中国研究的内涵跟外延 不断拓展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 中国研究的理论跟方法 有一个不断地创新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部分 就是从 我们要了解海外的中国学 首先要对这个学科本身做一个梳理 那我这个当然梳理的是比较简单的 事实上这个过程呢 它本身是比较复杂 就是说从前汉学到汉学 再到中国学 这个演变它事实上是有学术自身的 这样的一个理路的变化 也有这个现实的一种出放 现实时代的一种要求 都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那我只是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梳理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要重点讲的 就是从畅衰中国到这个畅胜中国 这个中国形象的重构 也就是说 从前面的一种梳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是从这个江户时代的宋学 因为江户时代 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时候 它宋学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 现在研究江户时代的宋学的这些 在日本是一个专门的学问 实际上有许多学者都在研究这个 研究这段历史 那么如果从那个时代上开始的话 海外的中国学 已经经历了六百年的历史 如果把这个耶稣会式的这个汉学 也就是说前汉学 作为西方中国学造史的一个标志的话 那么它到现在也有四百年的历史 即使从1815年 法兰西区院首创这个汉学教授席位算起 海外的这个中国学研究 也已经有了二百年的历史 在这样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 有关中国的研究 经历了从前汉学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到汉学再到中国学 极其复杂的变迁 中国自身也经历了 治外与世界 到被迫打开国门 再到自觉的浓露世界 这样的一个极其 极其曲折的这样的一个议程 前一个过程反映了 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识的过程 也就是说西方 从前汉学到汉学到中国学研究 实际上是反映了西方学者 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的过程 或者说海外对外部世界 对中国的认识过程 后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中国自己经历了 从治外与世界 到被迫打开国门 到自觉的浓露世界 这样的一个过程 事实上体现了 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的过程 这是两个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并不同步的一个过程 不是说是可以对应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不同步 所以这个当中又出现了 很多的成见偏见 甚至是别有用心的仇敌跟敌意 这个就是中国人对开始的 刚这个大门被打开以后 刚开始认识西方的时候 事实上也走过一个非常曲折的道路 就是现在通常的一种描述 就是说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 他有对西方的了解 他也是有一个不断的生化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西洋人呢 他海外对中国的一种认识呢 他事实上也经历了许多的曲折 比方说这个早期的这些前汉学 他所描绘的中国 那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中国 就觉得中国事实上是 适足于做西方的坎罗 事实上是西方的未来应该是中国 那么中国呢 中国到这个鸦片战争以后 事实上就是 事实上把西方当作中国的未来 把西方当作中国的曲折的对象 这样的一个事实上就是 不是一个很同步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 充满了悟读 充满了曲解 充满了成见 充满了敌意 就是西方人对中国人来说是这样 中国人对西洋人来说也是这样 事实上都是这个 都是 都是在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讲这个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 可以说是一部误读造成的一种历史 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误读造成的 但是呢 这个是从总体上讲的 从总体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世界跟中国 中国跟世界之间的一种相互了解跟认识 不是越来越疏远 而是越来越理性 越来越丰富 也越来越深刻 就是说 这个我们从总体上是可以这么来讲 就是说世界跟中国 中国跟世界 它事实上就是因为不断的接触 不断的了解 不断的这个 对话 彼此都相互的了解 进一步的增强 从这个意义上说 作为一门了解和认识中国的独立学科 无论是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为主的汉学 还是以研究现当代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学 尽管在内涵 这个内涵非常复杂 非常芬凡 取向跟研究的路径也不是很一样 但都以研究中国为对象 都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跟了解为目标 这个事实上就是 虽然因为每个学者他在认识的时候 他会受这个全世界的一种影响 都会这个戴上自己的一种有色眼镜来看这个中国 甚至还会根据各个国家 他自己的一种需要来曲解 来这个曲解中国的历史 但是 他 你不能不承认 就是说 中西之间的相互的了解 是越来越深了 而不是说越来 中西之间不是越来越疏远 但是大家都知道 要认识跟理解一个对象 总是要通过特殊的认识主体 跟理解主体来进行的 因此呢 认识跟理解的过程 总不免要受到认识主体 跟这个或者说 理解主体的这个全世界的一种影响 这就是说 认识跟理解的过程 本身往往带有时代性 跟这个个体的差异性 特别是当认识主体 跟认识对象之间 处于一个处于强势 一个处于略势的时候 弱势的时候 认识跟理解的这个时代性 跟个体的差异性 就更加的明显 不同时代 不同国家的汉学家 或中国学家 以及汉学家跟汉学家 中国学家跟中国学家之间 对中国的认识跟理解 往往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 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一部这个世界的汉学史 或中国学史 可以说是 一部中国形象不断的 被重构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也就是说 在我看来就是说 虽然这个 不同的国家的汉学家也好 中国学家也好 他们关注的重点不一样 研究的方法 研究的取境不太一样 但是他们都是这个 可以说他们 他们的努力 都最终会形成一个 就是一个 对关于中国的一个形象 这个中国形象的一种 对中国形象的一种 这个重构 事实上是 这个可以说是西方 可以说是世界这个汉学 中国学的一个中心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 我说一部世界的汉学史 或者说中国学史 它可以说是一部 中国形象不断的 被重构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当最最初的这个 耶稣会是开始 络绎不绝的到中国来 这个传播 这个传播 上帝的福音的时候 中国虽已进入了 所谓帝国的晚期 但对于西方而言 中国 仍具有一定的优势 即后来这种优势 逐步善失 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大温流 还没有真正形成 差距并不明显 也就是说 在耶稣会是 抵达这个中国的时候 事实上 中国跟西方的差距 不是很明显 甚至在西方的观察家 西方的思想家看来 中国在很多方面 都是优于西方的 因此 当西方 这个来中国的 那些耶稣会的传教士 把他们目击观察 跟体验 变成一步步著作 在欧洲出版的时候 他们笔下的中国 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 是一个技术昌明 物场风劳 正修人和的 这样的一个理想化的形象 成为那个时候 欧洲的许多知识精英 非常羡慕的 这样的一个对象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 像法国的这个地尔泰啊 中国是如此的卓越伟大 相信之下 我对其他所有 都不尽比试厌弃 也就是说 中国在他们心目当中 是一个非常卓越 非常伟大 这样的一个形象 相比于他们自己的国家 他会觉得 他们自己的国家 实在他为他自己的国家 感到一种可耻 他必须要厌弃 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的 这个西方的思想家当中 西方的这个学者当中 他们是把中国作为一个 他们的 他们自己国家 必须要经过非常多的 艰苦努力之后 才能够抵达的彼岸 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 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 可以这么说 就是那个时候的中国 甚至可以说是 欧洲的未来 就是说 欧洲要努力的方向 就是 他的目标 应该是达到 像中国这样的一种 参名 这样的一个国度 但是 到这个 这个十九世纪以后 这个 这个 康有为曾经有一段话 讲得非常有意思的 他说这个 诸欧制定工程 也就是说 这个 欧洲这些各个国家 他们的这个制度 变定了之后 这个 他们的新政 新法 新学 新气 绝出前骨 光 纯备全球 也就是说 西方的 这一系列的一种东西 发展出来之后 新政也好 新法也好 新学也好 新气也好 他就开始 这个 横行天下 这个时候呢 就是西方的世界 特别是英国 团标突进的产业革命 跟这个民主革命 就不仅使中国 对本国的 不仅使他们对本国的历史 发生了脱胎放股的变迁 而且也使各个世界 各个民族 各个民族独立 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 分散的世界 逐渐逐渐地 变成一个 整体的 世界的历史 这个是 从分散的历史 到整体的历史 这个是武汉大学 这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世界史学家 吴玉景先生 这个 最初提出来的 事实上他也反映了 就是从这个 这个 前近代到近代 这段历史 我觉得他说的是非常好的 那么中国就从这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欧洲是 这样一路凯歌 已经迅速的 这个发展 他们的这个 一种团标突进的 这样的一种态势 把这个自己 引入了一个 这个创新的时代 把他们自己的历史 跟在他们之外的 那个历史 迅速地建立一种 连接 就把这个 分散的世界的历史 变成一个 整体的世界的历史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中国呢 就从这个 绵延百余年 中国恰恰相反 从绵延百余年的盛世 也就是说 康庸前盛世 就开始急剧地 步入一个 所谓 公之争说 它是一个 四海变秋气的 这样的一个时代 也就是说 中国曾经 那么辉凡 曾经 就现在就开始 进入一个 危机四伏的 这样的一个时代 那么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时代呢 这个也就是 内外交迫下的 贫落 跟困恶的 这样的一个时代 这种强烈的 反差 就开始使 中国在西方的 汉学家 跟知识人的 笔下 变得面目全灰 也就是 原先由 那个 耶稣会士 所构筑的 一种 关于中国的 理想化的形象 就开始 荡然无成 取而代之的 是另外一种 窘囊 不同的 中国形象 也就是说 这个就到 我们 这个叫 从鸦片当中 以后的 这个历史 这个形象是什么呢 就是 停滞不前的 沉睡不醒的 没有历史的 愚昧的国家 就是说 在这个 西方关于 中国的描绘 关于中国的 这个 重构当中 就中国的形象 已经由原先的 理想化的形象 就变成一个 非常 惨不忍睹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这种形象呢 就是 这个 又是停滞不前 又是 这个 沉睡不醒 又是没有历史 它是一个 愚昧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 实际上 那个时候 这个 有许多 这个 非常 克国 非常 甚至可以说 是克读的 这个 讲中国的 你比方说 我这里 可以 读一段 给大家听听 就是 当我们居高临下 对这个 愚昧国家 观察思考的 越仔细 它就 越显得 令人坐 中华帝国 所享有的 声誉 正是 木乃伊的声誉 他把世界最丑恶的 形貌 一丝不变地 保存了三四千年 中国 他 他那令人敬仰的当调 他那古老的呆痴 在世界 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 他所说的最多只是 我酿制了茶叶 就说在这个十九世纪以后的 关于西洋 关于中国的描述当中 类似于这样的一种 傲慢跟偏见 可以说是 腐蚀济世 在这样的一个观感 在这样的一个观察 在这样的一个 这个认识 底下 事实上 把中国 他们研究中国的重点 研究什么呢 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立场 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就是说 他们要研究的是 中国是 整而失败的 也就是说 把中国的历史 变成是一个 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就在这个记录之下 在这个记录当中 又形成了许多的 这个核心的一种看法 这个核心的看法呢 最主要的 我是把它总结成有三条 一条是 西方体现文明 中国体现野蛮 第二条是 中国文化是 停滞不前的 停滞不变的 第三个是 中国只有通过 外来的强烈刺激 才能从沉睡中惊醒 其结果必然是 按照西方的形象 来改造中国文化 也就是说 特别是 这种情况 因为后来 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 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浪潮 就是研究 现代化理论 当用现代化的一种理论 来作为研究 中国近世史的框架的时候 就更加强化了 这样的一种形象 这就是我说的 畅衰中国 也就是说 中国 由原先的 那样一种 在欧洲人看来是 在耶稣会时看来是 非常 这个 非常有魅力的 这样的一个国度 就变成一个 就是 非常糟糕的 非常破败不堪的 这个令人作物 这样的一个形象 这种变化 事实上就是 甚至把中国的历史 看作是一部 失败的总记录 这样的一个变化 真是跟那个时候 中国的 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的 急剧的下降 它有非常密切的一种关系 这样的一个 十九世纪所形成的 西方所形成的 关于中国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对后来的中国研究 产生了极其深刻 乃至带有某种支配性的 这样的影响 这种影响 直到二十世纪 这个五六十年代的 中国学研究当中 仍然强烈的 你都能够感受到 最典型的是 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哈佛大学 这个费正经教授 提出的这个冲击反应 它其实背后 也有这样的一种意识 在作祟 事实上就是说 中国这个国家 如果是没有 西方的冲击的话 那中国是不可能走出中世纪的 中国远远只能停留在中世纪 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在这个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一种改变 所谓 世俗世义 就是说 事实上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你比方说像 中国革命的成功 特别是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 中国快速地从一个地理的大国 和平发展成为一个经济的大国 政治的大国 文化的大国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 中国都是一个无法舒适的巨大的存在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 中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世界 这样的一种关注 以及由这种关注所产生的对话跟交流 使中国看世界 跟世界看中国 都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真实性 深刻性 全面性 跟前章性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 世界中国学 开始步入了真正的环容世界 我可以简单地举一个例子 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的时候 曾经在跟哈佛大学的教授 在聊天的时候 就讲到 他说在西方的思想精英当中 在西方的学术大师当中 在八十年代之前 你如果说 你对东方了解吗 他肯定会告诉你 我为什么要了解中国 不需要 可以对中国不需要一顾 但是在这个八十年代 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 没有一个西方的思想家 西方的学术大师 敢这么来说话 他说他们都会有一种 非常自觉的一种愿望 就是要了解中国 因为任何一个思想体系 任何一个有世界性影响的思想家 在他的思想当中 如果不能够解释 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的经验 那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世界性的思想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关于人类的一种思想 所以这个是一个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前后 有多么大的一种变化 那么这个 有许多统计的数据 能够表明 就是在当地的海外 无论是在政府机关 还是在大学 大专的院校 学会 协会 以及社团 等公司研究机构 跟体事业的这个 单位当中 从事研究 以及退休以后 个人仍然继续从事 独立的研究的中国学家 现在我们有一个统计 是大约有1万年 这个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这个近年来 这些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还在不断地增长 而且就是说 这个增长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至少已经有 40多个国家跟地区 设有相当规模的 中国学研究机构 如果我们把这个 政界跟商界的 这些中国学研究机构 都包含在内的话 现在在世界上 比较有影响的 关于中国学研究的 这样的一个机构 至少有1000个 北美的这个美国 加拿大 欧洲的法国 德国 英国 意大利 俄罗斯 澳大利亚 不是 这些国家都设立了 这些国家跟地区 都有相当多的 这个关于研究机构 跟研究人员 其中呢 有一些这个学者 还是带有相当大的权威性 不是这个 这些机构也有权威性 也有相当的权威性 他们往往是在政府 制定有关中国政策的咨询者 他们事实上是咨询者跟建议者 在这些国家当中 尤其是以美国 法国 德国 英国 日本 是最为突出的 这个美国是二战以后 这个西方中国学的重镇 前面我已经提到了 这个成为一个重镇 它是有很多的机缘 其中也有中国学者的一种功劳 研究机构众多 几乎稍有名气的大学 都设有中国学研究中心 或者是中国学研究的项目 职业的中国学家 不下数千人 美国是非常厉害的 我可以说 可以举一个相当冷门的 现在在中国是相当冷门的研究 就是关于原始的研究 元代历史的研究 美国就是有十九个 关于原始研究的教授的席位 我想我们中国 如果是把这个所有研究机构的 关于原始的这个教授 集中在一起的话 恐怕也不一定达得到十九个 而且就是十九个 它是教授的席位 那就是说做原始研究的 还有一大批的学 还有学者 他们还专门出版了一个学报 叫宋元学报 就是宋朝跟元朝的历史的一个学报 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一种团体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这个除了这个 他们这个 像美国他每一年这个 做中国学研究的这个博士论文 每一年通常是要有三百篇博士论文 是做以中国为主题的这个研究的博士论文 这个总数是非常可观的 如果加上其他从事中国学研究的人 那么这个总数应当说是非常可观的 除了大学之外 美国还设有许多跟中国学研究有关的 著名的研究机构 你比方说像外交政策协会 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 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对外关系委员会 布鲁金是研究所 哈佛燕金学社 燕金图书馆 哈佛燕金学社 现在的掌门人就是 在这个讲座上已经 做过好几次演讲的 布文明先生 他也是属于我说的 这个初走精英里面的一个 他因为是 他以前是从 大概是 他是40年出生的 大概是九岁的时候 才到了台湾 然后在台湾 东海大学读完大学之后 然后到美国去 到哈佛大学去 去读博士 然后拿到博士学位以后 慢慢地逐步逐步地 现在变成这个 哈佛燕金学社的社长 成为国际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思想家 这个我自己也跟他有一个长篇的对话 就是谈了整整11个小时 就是关于他的这个想法 这个对话 已经整理好 这个都会收到我的 那个 《遗案中国》里面 这本书 还有就是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 不仅机构多 而且人才背中 有许许多多的 这个世界 有世界影响中国学家 现在大家 可能很熟悉的人 有些是可能大家很熟悉 有些不一定很熟悉 你刚刚说像费真青 拉铁摩尔 拉铁摩尔事实上是 国内的学者知道的不算多 但是事实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 等于是那个时候 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它有两个人 对美国中国学影响最大 为什么影响最大 因为它手上控制了钱 只要是它批准了 才可以做的 拉铁摩尔是其中之一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还有像赖肖尔 诗坚亚 还有就是 九月份去世的 去年九月份 06年九月份去世的 这个魏菲德教授 孔菲利教授 石景天教授 这些学者我多半都跟他们有过交流 柯文教授 明音时陪一语 等等 这些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除了美国之外 德国也非常重要 德国是这个 在德国汉学 事实上是开始的 起源的比较早 但是呢 就是说它是 事实上是在 七十 一九七零年代以后 才这个迅速的发展 伴随着德国经济的起飞 跟中德恢复 邦交关系 汉学研究就变成 这个德国的 学术的一个显学 各个大学都设立了汉学系 形成了 所谓 德国有一个说法就是 如果是 没有设立汉学系的 这样的一个大学 就不能成为大学 这样的一个 有趣的一个格局 也就是说 德国事实上是 许多大 特别是重要的大学 他们都设有汉学机构 只是 德国是最坚持 就是说 还是应该使用汉学这个名称 非常巨次 使用中国学的 这样的名字 但是就是 尽管是 他还是坚持用汉学 但是他在研究方面 事实上已经 越来越向中国学靠近 事实上 研究这个范围也不再局限于 这个传统的中国语言 跟这个历史的研究 而比较注重当代史事的 一种政治啊 经济啊 商业贸易啊 这些观察跟研究 事实上是 很多 非常多的 这些年来 德国的这个汉学研究 非常迅猛 学生众多 形成这个 欧洲中国学的 欧洲汉学的这个领袍者 事实上就是 德国现在有 非常重要的一些 呃 汉学家 这个汉学家 你比方说像这个 现在在那个 爱尔兰根 大学的 还有一个汉学家 叫南利谢 这个跟中国学世界 已经关系比较密切 还有像这个 海德堡大学的 这个瓦格纳教授 还有像汉堡大学的 这个 傅敏尼教授 这些教授呢 都是这个 等于年纪都不大 五六十岁 当然事实上都已经成为 这个欧洲汉学的一个中间 这些这个教授 都到 都到我们这个研究所来来过 都有 有过一些交流 那么当然这个 很多这个机构 很多这个研究 设立了很多研究所 很多这个汉学系 这些这个 使这个 德国的汉学 事实上是在 当今的世界 这个中国学研究当中 它是相当突出的 其实比在欧洲 比德国更突出的是法国 法国 它是第一个汉学讲习的 一个设立的一个 一个机构 也是开启这个 欧洲汉学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 但它一直有 这样的一个传统 法国事实上在这个 中国学研究方面 它是有非常高的成就的 我曾经在访问 这个孔非利教授的时候 我说这个 现在美国是 这个冰桥马壮 能很多 这个 也研究的成果也 这个倍受重视 他说这个 我们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 虽然多 但是研究的 我们研究水平 确不敢说是世界最好的 因为还有法国 也就是说 这个事实上 就是法国可能就是说 在研究的 学者 没有这个美国多 但是他的大师 并不比美国少 事实上是非常有 在这个世界汉学当中 它是非常非常有地位的 这个 它的机构也有一些 设置 这个设置的时间也比较长 比方说 像法兰西学院的 中国思想跟社会史讲座 中亚及高原亚洲研究中心 以及中亚历史文明讲座 法国远东学术研究院 巴黎高等汉学研究所 这个还有巴黎研究实践学院 国学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 巴黎第八大学 汉学综合研究所 这些机构呢 事实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 当今世界非常重要的 这个汉学家在主持的 实上都是非常有影响 跟中国学者比较密切的 就是比方说像这个 碧阳高 他就是讲 他就是那个中国草根运动 这本书的作者 在西方社会是很有名的 你比方说谢恒奈 就写那个中国跟基督教文明的 冲撰这个书的作者 戴密威 他也是有非常精深的一种成就 像这个白基尔 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 黄金时代的作者 这些学者 他事实上都是享有 世界性的一种生育的 成就非常突出的 在欧洲除了德国 法国之外 还有英国的中国学研究 事实上也不是很多的 他事实上也有像 伦敦大学 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 李池大学 爱丁堡大学 这些大学 他都设有 这个中国学研究的机构 而且这个机构都是实力 相当强劲的 他也有一大批的 这个重要的学者 那在 在中国 卢雷贯文的 就是比约瑟博士 他的这个中国 科学技术史 实上是 这个可以说是 世界汉学 或者说海外 这个汉学 中国学研究的一个 最有名的著作之一 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这个回到亚洲 日本的这个 关于中国的研究 我前面已经一再讲过 事实上是 对这个 在亚洲 日本对中国的研究 无论从政府 到商界 到这个学界 都是高度关注 他这个是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背景 就是说他日本 始终是把中国 在这个中国还 比较 在日本还比较落后的时候 明治维新以前 就开始把中国 作为他的假想医院 一直是 一直是 非常非常重视研究 我在这个 06年年初的时候 到他们这个 外交史料馆去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日本他有一个 非常特殊的 就是他设在这个 中国的所有的 这个领事馆 其实就是 日本这个 情报机构 他这个做的工作 是非常非常仔细的 日本学者 这个现在是 他把这些档案 这个外务省的 这些档案 有六千万件 现在已经公布了 两千多万件 上网可以查阅的 我当时在看 看一个什么事情呢 看一个 袁世凯复币地址 这个资料 有这么厚 就是全是 日本这个各地的 这个领事馆 收集的材料 都是哪些材料呢 他就是 当地对这个 袁世凯帝制的 这个反应 全部这个包挂照片 包括议论 包括全部都收集 寄回这个 外务省 然后 由外务省把这些资料 全部都 列入档案 作为这个 对付中国的一个 依据 他们事实上 还有一个 就是在设立在上海的 一个日本人设立的 叫 自然 自然科学研究所 自然科学研究所 事实上是一个 事实上是有一个 文化情报的机构 他有一个 他专门出了一个 出了一个 一个专报 就类似于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专报 他这个专报里面呢 他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可态 就是那个 他对中国发生的 任何一件大事 他都有专报 送回这个外务省 这个专报 仔细到什么程度 我曾经 看得非常吃惊 就是关于这个 孙中山 1925年病逝的时候 关于这件追悼会 关于孙中山的追悼会 就发了五份专报 这个细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细到就是 这个孙中山 这个追悼会上面 播放什么样的音乐 哪些人 重要的人士出席 全部都有 在这个专报里面 全部都有 所以事实上 日本对这个中国 他除了这个 学界对他一种 非常多的人 投入研究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他事实上有大量的 这个关于 这个学术的资源系统 学术的资源系统 就是这些情报的试探者 事实上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所以日本能够把这个 中国的研究 推得非常 非常深入 跟这些这个 他拥有的资讯 拥有的信息 拥有的情报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这个他是非常强的 还有另外的像 俄罗斯啊 意大利啊 韩国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这个 他因为立国的时间 比较晚 但事实上就是说 这几年他事实上 在世界的这个 关于中国的研究当中 他事实上是 比较有实力的 事实上他吸引了很多 这个 在你知道这个 在欧洲 特别是在法国也好 德国也好 事实上这个 研究中国 他要找到一个 他们自己的 这个职位 非常困难 像德国 他一个国家 总共有不到 一百个教授的席位 就是中国学的 研究中国的 不到一百个 教授的席位 那每一年 毕业的学生 有那么多 还有就是说 长期做 这个德国 他是属于那种 就是说 一个系 他的这个 你一旦当了教授 之后 权力是非常非常大 就是说 特别是做 那个西式教授 西式教授 就是等于是 顶级教授 顶级教授 他这个 他可以 申请课题 他非常简单 他只要是申报 他就能拿到 而且这个钱呢 他可以 完全可以 自主地支配 所以他要聘什么人 他自己都能决定 所以这个是 他是实力 他每一年 毕业的那么多学生 但是呢 事实上真正 能够找到教职的 能够找到一个 研究的岗位 非常困难 那美国也是 美国虽然 这几年 因为中国学 大大的发展 所以他这个 有许多的大学 都开这个中国学的 这个 设立中国学的 这个 这个奖 奖习 那么 但是美国 毕竟是有限 但是他培养出来的 学生那么多 那怎么办呢 就去 很多就去澳洲 欧洲也是 有很多人就去澳洲 在澳洲 所以他的这个 中国学 就迅速发展起来 那比方说 前去年 去年还是前年 那个 《放行中国》的作者 《放行中国》事实上是 也是一个经典著作 就是澳大利亚学者 叫费约翰 事实上是非常有名的 在世界范围内 也是属于很有名的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 你就会看出来 为什么关注 关注他跟这个 前面的那一种 唱衰中国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我们如果是说 在做一些 仔细的 做一些变息的话 会发现 最近几 特别是从这个 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以来 西方的中国学研究 尽管还出现一些 这个妖魔化中国的著作 你比方说 这个前几年 很有名的著作 叫 《即将来临的 与中国的冲突》 这一本书 是在 它不能说 严格意义上说 它是学术著作 但是它的影响 绝对超过学术著作 在西方就是说 甚至是被认为是 就是作为 对华政策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依据来使用 还有 就是我把这个书名报告 像中国即将崩溃 像这个即将来临的 与中国的战争 前面是即将来临的 与中国的冲突 即将来临的 还有大量的这个西方的媒体 这个是中国 中国特别痛恨 西方 西方的媒体 常常是 就是报中国的一种 报就是中国的负面的一种新闻 非常多 就报道的都是中国的负面的新闻 那其实呢 就是 我自己觉得就是说 其实是大可不必 这个大惊小坏的 因为西方的媒体 他不仅仅是 报中国的时候 他报的是负面 他报自己的国家 也同样是负面 他其实未必是带有一种 成见 未必是带有一种 这个特别 特别深的成见 来做这种新闻 西方这个媒体 对自己本国 所发生 对本国的那些 弊案 那些这个 阴案面的一种暴露 可能跟中国 他事实上是他的传统 可以说是西洋媒体的 一种传统 他也是靠这样的东西 来这个吸引读者 来这个扩大他的一种影响 所以就是说 要做一些 要做一些变析 不能完全说 西方媒体 都是跟中国敌对的 他其实未必是敌对的 但是呢 就是说他比较喜欢 比较崇尚 这个以 暴露这个 负面 暴露一二面为主体 这些书呢 现在渐渐 他的声音 不像以前那么响亮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在这个 这些书出版的同时 有一大批书 就开始出版 这些书是什么呢 这些书就是我要讲的 畅胜中国 就以前是认为 中国是 中国历史是一个 失败的总记录 然后对中国的观察 就是 都是从这个 中国如何走向失败 中国为什么会走向失败 这个角度去总结 去描绘 那么到这个 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以后 开始就要研究 中国是怎么走向 强盛 中国是利用了 什么样的一种条件 走向强盛 中国在这个强盛的道路上 它是靠 仅仅是靠西方吗 中国自身 有没有一种力量 有没有中国的传统当中 有没有一些积极的因素 推动中国走向强盛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 就开始出现了 另外一种 就跟这个妖魔化中国 跟这个唱衰中国 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所谓唱胜中国 唱胜中国 现在已经 渐渐地成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种学术流派 这些也有大量的著作 现在已经开始出版 这些著作呢 就是我可以报几本 就比方说 有一本书叫 《中国的天才》 它有一个副标题叫 《三千年的科学华人》 这本书它是 虽然说是一种 带有通俗性的学术著作 但是它事实上是 觉得中国人 天生下来就是一种天才 它有这样的 它的这个智商 它的这个才智 绝对不亚于欧洲人 甚至是超越欧洲人 所以它在这个中国 传统时代 它能够缔造出 那样一种这个 遥遥领先于世界的 这样的一个科学技术 就是一个证明 它是 以前是 如果以前讲 我们讲 中国这个没有科学 中国这个只有技术 没有科学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 事实上中国 不是这么回事的 它事实上中国也有 它非常值得骄傲的一种东西 那比方说 还有一本书 我报一个书名 你们就觉得 有意思 叫 中国统治大海的时代 叫 龙亭的宝船队 就讲这个 郑和下西洋 他认为就是说 在 在 在世界都还不知道 这个 自己外部世界 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中国已经驾驶的一个巨大的船队 已经周游世界了 那个时候的大海是属于这个 中国的船队统治的 是中国这个 扬灰的 所以 它这个也是 也是一本在西方 非常非常非常有影响的一本书 然后还有一本书叫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这本书 事实上 这本书 现在是在 美国在西方 是非常有影响 非常有影响 它是为什么有影响呢 它通过大量的细节的论证 它认为这个 马可波罗根本就没有到过中国 它写的这个马可波罗游记 事实上是根据 当时到中国来经商的那些商人 那些旅行者 他们的一些记载 然后写出来了 这个马可波罗游记 它本人并没有到过中国 它举了大量的例子 就是说 为什么没有到过中国 它是举过大量的例子 你比方说 它描绘长城 到过长城的人 怎么会这样子来描绘长城呢 非常可笑的 它说肯定是没有到过 比方说 哪个地方 其实是当时元朝的时候 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难道它作为一个流星中国的人 它怎么会不去看呢 它怎么在它的游记当中没有写到呢 它以大量的例证来证明 马可波罗其实没有到过中国 它是根据这些旅行者 那些商人 它记录下来的一些文字的资料 然后虚构出来的一个中国 关于中国的游记 还有就是前几年 在中国学界引起一个非常大的讨论的 就是所谓大风流 大风流也就是说 在十九世纪之前 中国是在世界遥遥领先的 真正中国跟西方出现分流 是在这个十八世纪以后 十九世纪以后 这样子才逐步逐步逐步跟西方拉开距离 那么就是说 在这个十八世纪的时候 中国特别是在江南地区 它事实上就是 可以说跟英国也好 跟西欧的其他的一些国家 都丝毫不差 水平都是 这个生产力的水平都非常高的 那么这个书呢 事实上也是 曾经在中国学术界 引起非常大的争议的 就是有些人认为 这个书就是说 夸大了这个江南的 当时的一种繁荣的一种 夸大了 我自己也写过这个文章 就是说 题目叫 中国与欧洲 是何时拉开差距的 这个事实上就是说 我对 因为这个 没有什么时候 我对 这些人都没有 我刚才你们在线上 没有什么时候